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來開啟3D筆給大家看看 還有記錄一下我從今天開始想試試學一下怎樣用這個3D筆 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3D筆是甚麼 我先給大家看看背面 背面可以畫一些圖案出來 這是一個屋子 一間屋子可以做一間出來 這架巴士 這是一些公仔圖案 後面是單車 當然這架單車是很... 我想應該是未必踩到的 擺設 首先裡面有一個叫PLA的材料 一本說明書 FID筆 一個插頭 今天想試畫一些圖案給大家看看 還有試用一下這枝筆究竟難不難用呢 它除了這個盒也附送了一些圖案 我們看看裡面有甚麼 裡面有一些... 這些公仔 這些 我這一間就是所有的屋子 這間屋應該是... 左下角這裡就是一個完成品 然後其他這些就是一些材料可以組裝上去 這些好像也有點難度 我來講 因為我畫畫不漂亮 畫畫沒有甚麼... 沒甚麼經驗 好啦 那我們來啦 那現在這枝筆就是這樣 插了一些線圈裡面 整枝筆就是這樣 現在這裡就有一塊膠片 那現在就試試... 行不行呢 試試 好像還沒得住 它現在才會加熱的 它現在才會加熱 你看到它的數字慢慢在升高 應該去到190度的時候 就可以畫了 經過一輪的測試 看完這個英文的說明書之後 大概終於成功可以 支出了 現在應該 那馬上來了 按實 按實這裡有個按鈕 應該就會快速出 這裡 好 沒有的 有了有了有了 對了對了 大家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嘩 味道很厲害 這個膠 還是因為這個膠 是不能弄下去 大家看到 這裡有一個直線的東西 但這個可以碰嗎 可以的 現在是乾了 是可以的 現在沒有熱的 成功做了一條 不知道什麼出去了 好 試一下畫個小屋 那小屋應該怎麼畫呢 我看到人家畫得很輕鬆 人家在網上 試一下吧 應該就這樣 這樣 這樣 這樣做一個 嘩 這塊 掉了在地上 先看看 應該怎麼做呢 應該是 我是打算做四條柱的那些屋子 那就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先打一等 讓他試一下凝固 OK OK 凝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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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然後再建另一個 OK 再打一等 打一等等等等等等 頂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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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裡可以撩起來吧 OK 先撩起來 OK WAT 這個東西很難玩 那我們先把這裡收拾一下 我再畫多一下 因為這裡好像很難 不能補救 先畫正方形 中間速度也有 但是有些真的有點難 好 那我畫了個正方形 然後我們呢 就 四條柱在這裡 剩下一間屋子 繼續 然後撩一會兒 這裡 這裡好像不太熱 這裡究竟 這裡呢 會連著一條 絲的東西呢 好麻煩 好 這樣吧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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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條柱呢 挺好 不要掉啊 頂住啊 千萬不要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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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弦啊 這些可能要剪一剪才行 唉 他亂了 唉 亂了 太早了 他還沒凝固的時候 我太早了 可以嗎 可以嗎 扯上去可以嗎 這裡已經有點熱了 已經 有少少熱 不要緊 這裡 這裡都玩到的 看看 我去這裡試試這樣畫吧 嘩嘩嘩 等等 這裡 這裡已經塌了 這個位置 嘩 這裡很熱 哎呀 斷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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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算不算是一個好的作品呢 我也不知道 這個都不行啦 你看 這裡很多絲 突出來了 這裡突然沽了一格 不過真的挺難用 這支筆 不是開玩笑 這支筆是很難用 大致上今天的影片就是玩到這裡 下次再畫給大家看看有什麼 我先慢慢熟悉一下這支筆 因為這支筆都真的 不太熟悉它 有點難用 好啦 遲些我都會畫很多的 譬如是Pokémon的公仔 其實我是想畫的 畫Pokémon的3D樣子 我之前在直播上都有提及過 自己想用這支的3D筆去做一些figure 或者是一些公仔 因為Pokémon比較少 所以呢 所以我就想自己弄 自己畫 OK 那今集 今次的影片就來這裡先 我們下次再見 clergy 入门 請